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Rene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爱马仕的mini lindy开箱 我一直都非常想要一吃mini lindy 然后前几天就终于刚刚拿到了 在这支视频里面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包包的细节,容量,上升效果 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被offer这支包包之前我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错过之后的任何一支视频了 那我这次拿到的颜色就是这个20号的覆盆紫色 非常亮,保固度非常高 我觉得有一点冷色调的一个hot paint的感觉 那它配上的是银扣 包包上面这里就是有两个拉链的,就可以这样子打开 然后这里还有旋转开关的设计 前面就是有爱马仕的logo 那这个皮是TC皮的,就是非常的软 而且它的颗粒感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然后上面有两个小的handle这样 这里有一个肩带,然后你就可以肩背 你除了可以肩背之外呢,你也可以这样子手提 那这样子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像一个小水饺这样子 超级可爱的 下面呢就是有四个钉子 是稍微硬一点点的 然后左右两边呢都有一个小口袋 就可以塞一点点现金啊,或者是信用卡,地铁卡这样子 里面的皮呢就跟外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里面是没有颗粒感很光滑的那种,我觉得有一点点像SWIFT皮的感觉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TC皮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它里面呢也有两个口袋 一个在左边这里,一个在右边这里 然后我刚看了一下呢,它的刻音呢就在这边里面 今年2022年呢就是UQ的 那这个包包呢也是UQ的 底部的长度呢是19厘米 高度呢是12.5厘米 还有它的宽度呢是9厘米 感觉蛮轻的,我会把它的重量 打在屏幕上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接下来说一下我对这个颜色的感觉吧 我觉得这个颜色怎么说呢 就不是我最想要的色系吧 我之前给SA发的那个wish list上面呢 都是一些neutral色系 还有比较浅色系的颜色呢 就是我比较喜欢的 但是这个颜色我觉得饱和度真的很高 然后它又很亮 它又是那种冷色调的感觉 但是我呢就是偏黄皮嘛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颜色好像跟我的皮肤颜色 好像也不是很搭 然后我现在想了一下 又觉得这个颜色就是很难搭配 我觉得除了搭配一身黑啊 或者是这种深色藏蓝色的裙子 或者就是搭配白T恤和牛仔裤之外呢 我就想不到别的搭配了 我一看到这个颜色 我当时就有点呆住 真的是不知道如何反应 但是我知道mini lindy也是不容易拿嘛 那我等这支包包呢 大概也是等了有两个多月这样子 所以我决定还是先把它拿下 之后还是不喜欢的话呢 再考虑把它除掉这样子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们觉得我应不应该留这支包包 然后接下来呢 就来给大家看一下容量 容量真的是非常的大 我之前也是做过了非常多的research 所以就是很喜欢mini lindy这个包包的容量 所以才跟SA说我想要这支包 那里面呢我就放了我的iPhone X 那我用了朋友的iPhone 13 Pro Max 放进去呢也是刚刚好的 然后我还放了一个Dior的卡包 一个LV的卡包车钥匙 一个粉饼 一支口红 还可以放一封墨镜 那放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呢 其实上面还有一些空间 我又拿了一个100毫升 还蛮大支的一个洗手液 它还是可以放进去的 所以上面其实还可以放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 像什么AirPod啊之类的 所以这个包真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包 那包括像我现在在录制视频的这个相机呢 我也是可以放进去的 非常适合平时日常使用 逛超市啊或者是跟朋友去吃个brunch什么的 或者是去旅游这种的话呢 也非常适合背这个包包 那接下来呢就来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感觉 这个背袋刚刚出的时候 好像很多人都吐槽过说它很长 但是据说是有改良过 所以现在我背上去呢 我就觉得是刚刚好的 我的身高是1米62 而且这个肩带的长度呢 还比我Chanel的那个mini flop 稍微短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长度是非常的刚好的 而且因为它的肩带比较宽嘛 所以如果东西稍微多一点的话呢 背起来也是非常舒服的 那再说一下这个包包的价格呢 那这支包包刚刚出来的时候呢 是6000 然后去年是6100 二月份的时候呢 它刚刚有一次涨价 所以现在最新的价格呢 就是6400刀 那虽然mini lindy呢 就不像说Burkin或者Cala 这样子一年只能拿两个嘛 但是呢 因为它非常的热门 很多人都想要 所以呢 就免不了需要一些配货 我在被offer这支包包之前呢 我也买了3000多的东西 那我买了一双平底的怀须啊 一条Cali的皮带 一只小飞马 然后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例如说沐浴露啊 还有毛巾这样子 如果大家对我的爱马仕陪我合集感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我会把它放在上面这个地方 那这一次的开箱还有测评呢 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别的一些疑问啊 或者是对这支包包的感觉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就帮我点个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